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聊一聊这座崇陵的故事 崇陵是清晰陵所有皇帝陵中唯一被盗的帝陵 在光绪皇帝入葬崇陵的25年之后 被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盗决 咱们都知道清晰陵中规模最大的是雍正皇帝的太陵 帝宫的陪葬品最丰富 那这些盗墓贼为什么要盗葬品最少的崇陵呢 就是因为崇陵这个地方很偏僻防护最薄弱 所以他们才决定盗决崇陵 这个盗洞是从琉璃影笔下方打的 打了一个U型盗洞 成功绕破金刚墙 准确的来说应该叫挡炫墙 说明这些盗墓贼对清帝陵地宫的构造是有些了解的 崇陵地宫是在1980年6月15日正式开始清理的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后走 这篇区域就是第一个旋叫隧道旋 当年帝后观国就是从这个斜坡通道被葬入地宫的 和乾隆皇帝御陵地宫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闪当旋 赵门旋 第一道门洞旋 明堂旋 第二道门洞旋 川堂旋 第三道门洞旋 然后就是安放帝后观国的金旋了 崇陵的四道石门也和乾隆玉陵地宫的石门是一样的 四道石门有八个门扇 每扇上雕刻着一尊菩萨立像称八大菩萨 关于这八大菩萨咱们在乾隆玉陵的视频中已经详细聊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虽然崇陵地宫的八大菩萨 乾隆玉陵地宫的八大菩萨是一样的 但形象却不完全一致 玉陵地宫的菩萨都是女性 可是在崇陵地宫第二道石门上 大家看 两尊菩萨都是有胡须的男性 在清皇陵地宫的石门上 刻带胡须的菩萨这是首次发现 其实很多菩萨在佛教历史上一直都是男性形象 只不过后来演变成女性形象了 但为什么乾隆玉陵地宫的菩萨都是女性 到了崇陵地宫有两位却变成了男性呢 关于这个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说法至今也没有定论 接下来咱们一直往后走 过了第四道石门 就来到了帝宫最核心的区域金炫 帝后官国就停放在这里 大家看 在崇陵金炫内有两句官国 正对着咱们的就是光绪皇帝的官国 另一句是她的皇后孝定景皇后的官国 孝定景皇后就是我们熟悉的龙玉太后 当年溥仪的退位诏书就是她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的 大清帝国从此彻底灭亡 大家看光绪皇帝的外国有一个被封起来的洞口 当年盗墓贼将光绪皇帝的官国凿开了一个洞 然后进入关内盗走随藏品 工作人员进入军选后 发现光绪皇帝趴扶在关内被拉出十几厘米 她的双脚是在关外的 这说明当年盗墓贼为了找随藏品 将光绪皇帝弯了个身 当时光绪皇帝还没有全部腐烂 孝定景皇后的官国也全部被打开了 关盖是放在光绪皇帝的官国顶上的 据说皇后的尸身腐烂的很厉害 但头发还有是反乱的 这说明皇后头发上最初是有首饰的 盗墓贼拿走后头发就乱了 总之工作人员进入崇陵地宫后 眼前一片狼藉 当年工作人员对崇陵地宫进行清理时 发现光绪皇帝的左手中 还有两个相连的翠环 还有一块白玉石 后来工作人员发现光绪皇帝官国下方的金井 居然还有一些随藏品 金井是整座灵寝最核心的地方 虽然叫井 但其实里面并没有水 在青帝陵中 金井是一个直径大约14厘米 深不到一米的洞穴 或是圆形或是方形 古人认为 金井是连接地气生气交流的地方 确保灵魂永存 有一句话 说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就是说 学会寻龙脉要用很长的时间 但要懂得点穴就更难了 甚至要用十年的时间 这句话就充分说明了点穴的重要性 而这里的点穴就是指金井 当年牧主人还将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放在金井里 因此工作人员在棺果下方的金井里发现了随藏品 就是因为牧主人的棺果是停放在金井上方 所以咱们是看不到金井的 如今能看到金井的地灵 只有北京明定林的地宫是可以的 在地宫配殿内是可以看到金井的 在崇陵地宫的金井里发现有金壳怀表 银壳怀表 法郎壳怀表共五块 以及手串 巢 巢 还有很多玉器等数十件 这也说明盗墓贼对帝宫的构造 还有清朝的藏旨只能是大概的有些了解 但不是很清楚 当时工作人员在孝定井皇后的左手中 也发现了一块扁圆形的玉石 用了一下的荷包里还有大小珍珠 玛瑙球 翡翠球等270多颗 在关内还发现一只钻石戒指 帝宫清理完毕后 工作人员将光绪皇帝和孝定井皇后的尸体 分别炼入各自的关国内 在1980年8月1日 崇陵帝宫正式对游人开放 也就是说 如今光绪皇帝和孝定井皇后 依旧躺在关内 我刚才在光绪皇帝的关国前看到了一封信让我很感动 大家看就是这封信 上方还有我国最新的隐形战机 剑20的模型 在信前还有我国航空母舰的模型 这让我想起安徽的丁武昌母 关注我一年以上的朋友应该看过那个视频 我来到丁武昌母前 我发现在牧主前有一张照片 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是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的照片 光绪皇帝逛国前这封线它是打开的 不是和尚的 所以我给大家读一部分 敬爱的皇上一封跨越115年的心 说到这个模型 是我国研发的战斗机 剑20 军队强大 您可放心 金吾列强清洗 吾山河破碎 我泱泱中华 傲然立于世界 国富民强 国泰民安 最后说到 新中国的一名青年 给这位朋友点赞 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喜欢读历史 而且都很爱国 就是因为 经历过国土沦丧之痛 所以中国人是更加热爱 如今独立自主 日渐强大的祖国 未来的中国 必将崛起 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光绪皇帝 明爱新杰罗宰田 他父亲是纯亲王义宣 生母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叶和纳拉万真 当年由于同志皇帝没有子嗣 因此两宫太后 找纯亲王义宣的儿子 爱新杰罗宰田入城大同 这就是光绪皇帝 这一年他四岁 如今只要提到慈禧太后 几乎是马生一片 提到光绪皇帝 几乎没有说什么不好的话 都是充满了同情 因此很多人说 慈禧太后 拥历四岁的宰田为皇帝 就是要把他当傀儡 自己继续垂帘听证 我个人觉得 说得对 但不全对 还是我个人觉得 慈禧太后 并没有想把光绪皇帝 一直当成傀儡 慈禧太后 对同志皇帝 和光绪皇帝是一样的 是想把他们培养成一位 合格的好皇帝 可是慈禧太后呢 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 所以除了培养光绪皇帝的 政治能力外 还要对光绪皇帝进行洗脑 要让他养成听话顺从的性格 就是告诉光绪皇帝 我的命令是绝对不能违抗的 这样一来 慈禧太后 保证了自己活着的时候 能尽享全力 自己去世后 光绪皇帝也能挑起大梁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太听话了 会有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没主见 没主见的人往往缺乏自信心 会对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没有信心 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后来光绪皇帝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即便没有慈禧太后 或者说即便慈禧太后把所有的权利都交给他 以光绪皇帝的性格也是揭不住的 迟早这个权利也会落到其他人手中 在光绪24年 光绪皇帝下召 推行变法 主要的内容是学习西方 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等等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虚年 因此称为戊虚变法 结果咱们都知道戊虚变法最终失败了 很多人将失败的结果归咎于慈禧太后的干政 甚至有人说慈禧太后反对改革 如果是这样 那戊虚变法刚开始的时候 慈禧太后为什么不直接掐死 反而同意让光绪皇帝变法呢 我个人觉得慈禧太后 这是让光绪皇帝做一个实习生 试探一下她的能力 当时尽管光绪皇帝想要改变朝廷现状 想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 但影响的范围十分有限 问题就是她没有实权 后来戊虚变法 还没开始怎么变 就演变成了她们夺权的斗争 再后来光绪皇帝和她的团队康有为等人 开始对在京一二品大臣 以及实际掌权衙门进行人事变动 刚才咱们说过 慈禧太后可是一个极度贪恋权力的人 光绪皇帝这样做 可是触碰了慈禧太后最为敏感的人事权 再后来慈禧太后已经看出光绪皇帝的能力不足 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也明白了 在没有兵权的情况下 想要以变法而夺权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个时候 光绪皇帝只能忍着 不要着急 但她团队中的这些人 竟做出了一个愚蠢透顶的错误决定 妄图拉拢袁世凯 发动政变除掉慈禧太后 关于这段历史咱们在探访 潭似同目的视频中已经聊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总之慈禧太后得到消息后 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 至此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始终百日违新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 我养你光绪皇帝20多年 你竟听康有为 谭似同等人的话要杀我 这是不孝 这件事情 可以说慈禧太后 对光绪皇帝恨之入骨 公元1908年 光绪皇帝驾崩 年仅38岁 不到24小时之后 74岁的慈禧太后也去世了 前后相差不到一天 难道这是巧合吗 还是处心积虑的谋害呢 百年来 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 直到2008年10月2日 工作人员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使用精密的科学仪器 对光绪皇帝的头发 遗骨 衣服 进行了反复检验和缜密的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光绪皇帝是披霜中毒而死 可毒杀光绪皇帝的凶手究竟是谁 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我个人认为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慈禧太后 当年不管杀慈禧太后的主意 是康有为 谭四同等人自作主张 还是光绪皇帝同意 当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这笔账都要算在光绪皇帝的头上 所以这种恨意至此难消 光绪皇帝作为一国之君 他希望通过政治改革 改变国家命运 这绝对是一位好皇帝 但他没学会 成大事者藏于心 行于事不谋于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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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